有声音吗? 要用麦吗?不要用麦 看声音 最优秀的医美资讯中心之一 Zo Beauty 推进版单位 谁将发掘和打造马来西亚最美 最亮面的明火灾感 而过动中的本收音 也将会作为四三六 让我已经跟随 MXS Lab Demolation 发掘一些最正式的美资 好了,好,我们先 我们先来点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哇,是不是 怎么可能 SEC 部分 在北纹,一前 很多新台表现 也会出现 也会有什么 也会不了 每天 下期 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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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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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們當天希望全部人都是泳著出席 不要有一個沒有出席啦 OK 現在的票是賣完了 OK 我們只是期待和大家見面 好 那麼這個Mr. Salamity將會在8月18號 在這個Galaxy Bank Santo 在那邊舉辦的 那麼票已經賣完了啦 好 那麼今天邀請Laner上節目呢 主要是給我們分享一下 在這個辦選美賽的過程中 他所遇到的這個開心的事情啊 或者是有一些挑戰啊 然後點點滴滴這些 請Laner分享一下他想要主辦選美賽的目的吧 其實我主辦這個選美呢 不是為了賺錢 而是其實我們是要 我最主要的目的是要退變 然後打造我的家裡 成為一個非凡的一個名模太太 那麼一開始呢 我自己本身呢 是一個人去準備整個東西的時候 就發現其實是有很多小細節的問題 包括我們的預算之類的東西 都要很準確的去平安好 但是往往都是 到最後一分鐘的時候 會有一些小細節會發生的東西 是很大的挑戰 而且是一個人需要去面對的東西 比如 一些就是額外的開支之類的 就是我們本來是預料 這個東西應該是會花費這個數額 那這樣 到最後的話 我們添加就是有額外的東西 我們就要補充 那我就需要有更加多的錢 那 據我在我本身裡面 錢 我不是看得太重 我看得太重的就是完美 我需要我所做的東西 都是 達到一個水準出來 所以 我的要求性蠻高 哪一方面的要求 從裡 從裡到外 從裡到外的要求性都是蠻高 不管是 我的整個活動的細節 包括 我所計畫的東西 都是要求蠻高 所以變成我自己本身 會有一個壓力心 壓力在那邊 所以我每一天都是在反覆著 就是說 還有什麼可以再提升 還有什麼可以再改進的 然後每一做一個東西 隔一天我完全反覆地想 我做的東西是對不對 不要太多錢 所以 開心跟不開心呢 其實是會有很多 開心呢 就是說 遇到的 遇到我的這一班家裡 其實是他們都蠻乖的 其實 開心的就是說 他們從一開始不認識對方 最後可以成為一個家庭 一個溫暖的家庭 這個才是我最主要的目的 而我們不是為了去爭奪冠軍 然後成為敵人 嗯 所以呢 我要 build 的就是 我的 要打造我的這個家裡們 都是很和諧 一開始 的確 面對的問題是 的確超級多 就是說 會有一些小誤會之類的東西 那從小誤會 我們慢慢地去打造 慢慢地去培養出來 結果成為今天 二十位都是很好 而且他們當作這個比賽 是來一個挑戰 不是來爭奪冠軍 這才是我想要看的東西 因為我們如果把冠軍 或者是 一直在想著 我們敵人是誰 那我們會 過得是不開心 所以呢 我通過了就是 我們在這個訓練啊 上課之類的東西 我們怎樣去培養他們出來 這才是最主要 因為美後 你要成為一個美後 最主要的就是一個心態 如果你心態好 你人是自然是美 你自然美的話 你做什麼事情 都是很完美 所以我們是要打造一個 明摩太太 不只是從裡面 外面是要美出來 這個才是真的 明摩太太所帶出來的意義 就是從 一個女性需要從 內美到外 對 才能夠達到這一些 幸福的人生 對 但我們本身覺得 明摩 為什麼人家會問我說 為什麼你會把這個字 當成明摩 因為呢 其實你們知道 model 這個 model其實不是看樣子 model是看他們多麼的 多麼有的自信 在他們的外在 一個人呢 必須要有個自信 才能站在這個舞台上 你要怎樣去 build 你這個自信呢 就是你要從你的心裡面去打開一些 才能成為 才可以 build 到這個 confidence 出來 所以呢 明摩太太呢 其實他們各有各的挑戰 跟傳統學美比賽呢 明摩太太來的挑戰 我覺得是蠻壓抑蠻大的 他們的挑戰就是 要怎樣走成一個明摩的cap walk 要有明摩的姿態 對 走路也要像明摩一樣 然後移態 要怎樣有一個移態 要有 出去要有怎樣的 站的姿勢 這些東西 是蠻大的挑戰 所以呢 不只是 外在跟內在 或者就是他們的走路的方式 怎樣都好 都是他們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真的 那麼這次可以說 是你人生第一次主辦這樣子的一個選美賽 對吧 是人生中第一次主辦這樣的選美賽 那麼在主辦這場選美賽 從開始策劃到現在 終於決賽了 那有什麼感想嗎 感想其實是 我非常感謝就是所有的sponsor 那我的sponsor 很多都是在 在付出蠻多的 就是他們不是在資金上付出 他們是在我們的精神上付出 而且他們會確保我們的家裡們 都是完美地站在舞台上 就打個比如 他們給我們一些的product 就是推給我們的 就是 準備給我們的家裡 每一個人都有得到 擁有這個product 教他們要怎樣去打造一個 就是打造自己出來吧 就是 不管是 product都好 Amber 他們也是 老師也是 也是很用心地去教我們的家裡們 我覺得 sponsor的確 付出了蠻多一下 我非常感謝我們的sponsor 第二呢 也是非常感謝我們的工作人員 就是我們有一個event management team 都是為這場比賽在籌備了很多 那第三呢 其實是我很感謝 就是我合作的這個equated college equated college 就是20位學生呢 他們 近期間 就是兩三個星期的 日夜都在為我們這個20位家裡去打仗 就是去 design那個服裝給我們的家裡 所以呢 我也很感恩他們 真的是抽過他們的寶貴時間 真的去 design 去縫 去畫圖之類的 就是要 就是要 確保我們的家裡都站在台上都是很完美的 那呢 那接下來我也是要感謝就是我的家裡們 嗯 就他們才有我們這個miss celebrity 沒有他們的話我覺得 這個miss celebrity的話 也是不可能會有的 這20位家裡呢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付出他們自己的時間 來參加我們這個比賽 那有些甚至還需要工作在外地 在新加坡在佛 在拍攝他們呢 都寧願放棄他們一些工作 然後下來 反而還會帶他們自己的孩子下來 因為沒有人照顧嘛 他們真的這個 真的付出了蠻多人 所以我很感謝我這個20位嘉義們 嗯 對 都不簡單吧 想要決定參加一個選美賽 從這個勇敢的去報名拿這個報名表格 到參加了海選到入圍 然後到一路跌跌撞撞 經歷過很多不簡單的事情吧 我看這20多位嘉義們 對我們的嘉義們呢 其實一開始呢 因為他們的確會有一些小問題 那在去訓練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 哎呀我是否真的有這個自信 是否可以走得好像老師一樣 人毛不懂得是那麼美 曾經還是有人想要退出啊之類的東西 很多很多的不好 negative的東西都會發生 那我作為我呢 我覺得我就是要怎樣去開導他們 我就跟他們說 其實你們必須要打開你們心結 不要一直往說我是最不好的 我是最不好的 我是學不到東西 你們要往好的方面去想 就是我來參加了我需要挑戰 我需要去吸收一些經驗 那這個才是人生中沒有遺憾的東西 對我們人呢 今天不懂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情 能學習一天是已經是很感恩了 每一天我們都是在學習 如果做得不好 我們明天要做得比今天好 這才是我人生中的道理 我每一天我看到我家你們辛苦還是什麼 我都會開導他們 我家說你們快總決賽了什麼 我們一起加油 這才是想要看到的東西 很多人的確就是有很多事情發生 那要看我們的主委 要看我們的主辦當局 怎樣跟他們一起配合去完成這個決賽 是最主要的東西 我看到Lennart其實很年輕 他真的真的很年輕 但是呢他對這個人生的歷念 好像都不一樣他的思維 他都已經到了某種的境界 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我應該是說 從小到大 我是一個有個人想法的人 我覺得在我的家庭 我有一個個個有四個姐姐 每一次我講說 我要去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有可能我的姐姐都會反對我做一些事情 但是我還是堅決去做 我每一次都會去碰釘 讓我去學習 然後我的姐姐他們就會 他們就會知道我講 這個不能做 這個不能做 那我個人裡面 我如果不去嘗試 我就不懂這個職位 讓我去嘗試了之後 讓我自己去發揮我的之後 我才有成就感 這才是我每一次跟我姐姐他們說 你們別遇過我吧 你就讓我自己去發揮我要做的 結果這一次做了這個 Mr.Celebrity Malaysia 接下來我還會繼續的往這個方面 去打造這個Celebrity的平台出來 非常棒 非常有夢想的一個年輕人 他對他的生活態度 都蠻有一套自己的堅持的 就是不跌過不撞過就不怕痛過 對吧 人生有起有落 真的 有可能我在兩年前的時候 還沒回來 因為我那時候是在新加坡 那跌跌撞撞 你在新加坡是 那時候我在新加坡有打工 在那邊工作 在那邊工作 也是有面對到 你去到別人的國家 你會遇到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那最後我還是選擇回馬來西亞 因為我覺得馬來西亞 比較溫和 比較溫和 溫和的一個地方 不是溫柔 我也很喜歡馬來西亞 對 回來自己的土地 回來自己生長的地方 我覺得是蠻開心的 所以回來了 在起步 在打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那我個人呢 有自己的目標 比如我到了27歲 我必須要用流些什麼東西 到了30歲 我必須要看到的些什麼東西 我都會為我的將來 都開始做一個計畫 因為我會想說 不要再停留在任何的腳步 對 非常好 那剛才Landon 基本上已經暴露了他的年齡了 對對對 好 那我們就聊聊這一次的選美賽吧 那這一次的選美賽 就是 你遇到的挑戰吧 我們選美賽遇到的挑戰呢 是很多的 要打造一個新的選美賽 在馬來西亞呢 我相信你們都是看到 有很多的選美賽 要怎樣創新這個選美賽呢 要打造怎樣的 不平凡的選美賽出來 是一個會面對到就是 四面八方的人 就是開始說 哎呀不可能的事情 哎呀這個選美賽 不知道是真是假 嗯 這個選美賽 而且你這麼年輕 對 很多時候我面對的東西 是很受打擊的 就是說哎呀不可能的啦 這個 這種方式是不可能成立的 之類的 那我就 偏偏 就是要硬到底 就是要做到底 挑戰 我曾經面對 面對過的就是 有些美後 就是 就是 開始對我們的 這個選美賽 出 就是 攻擊了 就是說哎呀這個選美賽 也是有可能是用錢買了 得 得冠軍啊之類的 這樣的風風雨雨出來 會還會說 買多桌子得冠軍啊 還是這些東西 其實會不會都 選美賽都會有 這樣子的一個潛規則 就誰買的桌子多 誰就是 冠軍的機率會比較高一點 這個東西呢 在我參加過幾場的選美賽呢 我發覺還是也有公正的選美賽 公正的選美賽還是會有 只是越來越少了 有些人為了選美賽去賺錢 有些為了選美賽是去打造自己的平台 有些選美賽呢 很多很多你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樣的花樣出來 但是 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還是我們的選美賽呢 是公平公正 那我們的 怎樣公平公正呢 就是說選美 參加選美者呢 就是organizer不會去做評審 這個才是最公平的東西 二來呢 選美賽的評審 是由 我們這次的選美賽的評審 是由Amber跟Janet 是 對 Janet不能來遞奪這個冠亞季軍 所以呢 是跟我是沒有瓜哥的 所以呢 這個分數呢 是從他們總決賽 總決賽的那個表現 來打分 對 所以呢 如果 我面對到很多風貨語啊 比如說 有些說 買多桌子 多冠軍 等等 因為呢 曾經是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變成 也誤會了很多 外面人的想法 對選美賽的這個看法 對 所以 有很多潛規則 然後你一定要懂裡面的一些 潛規則 才會有機會等等 對 很多很多這種 這種風風雨雨出來 會影響到整個選美界的 這個 標準 跟那個 他們的 standard 都慢慢的降低去 所以呢 我 我這一本身呢 就是 我要打造一個公平的平台 我 要給全部人都覺得 是一個 真的是 憑實力去奪冠未來的東西 才光彩 對 對 好 我們的觀眾還在嗎 大家都還在嗎 對 我又有看到耶 好多有些人 開始問了一些問題 嗯 來 一些問題 線上的朋友們 大家好 欸 Brody也在線耶 嗯 好多人 好多人在線 對 好 好 那麼剛才 聽說 聽說 在這個選美賽 就快要到決賽的時候 Lennon 遇到了一個非常 呃 應該是說蠻尖銳的一個挑戰吧 對 呃 預想不到的東西啦 這些東西 呃 呃 完全控制不到 對 呃 這是應該是上個星期 我有訂一批貨 就是要到馬來西亞嘛 對 那是做 呃 空運過來 是什麼畫呢 就是我們加利門的服裝 加利門參賽當晚的服裝 對 哇 因為我們呃 第二套是 加利門必須呃 呃 跟他們定製的 就是量身定製的服裝 碗裝 哦 對 這個選美賽還特地幫加利定製那個碗裝 對 就是這些碗裝都是屬於我們加利門的 嗯 那呃 呃 有一批 有一批的碗裝呢 就是在空運進來馬來西亞的時候 在呃 應該是四 呃 八月四號應該是要到達馬來西亞 對 到了馬來西亞在清關中的時候 就開始找不到這個貨品了 其他的東西呢 已經 已經 陸陸續續已經都來了 嗯 只是剩下這個碗 這一批碗裝是 不見了 不見了 對 這一批碗裝總共有二十多件吧 呃 呃 呃 對 是很大的挑戰 我們一直聯絡我們的馬來西亞的Custom去檢查之內 嗯 但是我們還是找不到那個貨品 那 真的是到了今天 呃 呃 我也是覺得 唉 好無奈了 已經找了差不多整十一天了 我開始要入望我的便利呢 就是我就 去我的 呃 去其中一家的sponsor 去找服裝給我的家裡 嗯 那呃 希望他們當晚也不要 呃 也不要傷心他們的晚裝不見 那我也是 盡我的所能去為我的家裡 可以選到最美的衣服給他們 嗯 對 但還好 Lennart非常聰明 還有一個Plan B 對 所以這檔挑戰他都能夠跨過去 我也希望任何的挑戰 一個過來的我還能跨每一個挑戰 其實我們要看我們自己本身要怎樣去跨我們的 要怎樣越過 要怎樣去 呃 面對 對 所以我 這兩三個星期我的睡眠也不是很好 就是陸陸續續一直睡不著 有很多事情發生 嗯 很多小細節呃 需要去填補 有時候你會發覺到哦 陸陸續續彩排的時候 哦 我就覺得好像不夠那個感覺 所以要添加一些東西進去都是臨時的 所以這很大的東西 很大的挑戰 所以我的期望也是蠻高 所以我要看的東西呢 呃 有感覺 人家在台下欣賞的時候 都會覺得哦 這個東西是值得來看的東西 嗯 對 所以是蠻大的挑戰性 所以 對這些已經買到了決賽的入場券的朋友 我們就說聲恭喜啦 因為在這個選美賽的位置基本上已經滿了 對 對 呃 我們位置是已經爆滿了 所以有很多BIP 我們呢 呃 之前拿過的 呃 官員機區美後 大使們都來 我們這一場呢 走我們這個紅地毯 哇 對對對 所以 對 所以我也很期待 所以我要確保 呃 我們的嘉賓們都 呃 呃 都是有得到 很好的待遇 很好的招待 嗯 對 這個東西才是最主要的 對 太子初在Lennon 在最年輕的 可以說是馬來西亞歷史上最年輕的選美賽主委了 在他在主辦這個選美賽的過程中 雖然遇到了一些阻礙 一些障礙 但是他這個挑戰他完全接受下來了 而且他也遇到社會上非常多人 對他這個選美賽的支持鼓勵還有幫助吧 對 有很多啊 就是 呃 我身邊很多美後啊 就是 Angie啊 Amanda 好多好多的美後 包括Janette啊之類的 都很支持我們這場選美賽 只有他們也 也 也付出了蠻多 我不只是我身 呃 呃 選美賽 那為大家帶來一個別開生命的選美賽 對 這才是我去做的 讓這個我相信在這個馬來西亞 呃 讓這個選美賽重新被定義 應該是你的使命吧 對 呃 怎樣講呢 還是 就是 永遠去挑戰吧 嗯 呃 人生不留白白應該是有這句話 因為我講的沒那麼好 OK 沒關係 我們都聽得懂 隨便 隨便用我們的普通話 對 普通話也可以 對 嗨 大家好 嗨 可以啊 我們的朋友都在裡邊啦 我看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好 那我們聊了那麼久了 你們也應該悶了吧 會嗎 好 你們有什麼問題想要問Lyana的呢 因為你們從來沒有看過一位 這麼帥的選美賽主委吧 又這個年輕 來 我看到了一個問題 一個有美貌和身材 一個沒有身材 但有自信 我會 應該選哪一個 那麼其實 如果你傳統選美的話 他們會選一個美貌和身材 但我的選美比賽呢 是選confident 自信 而不是選樣貌 在model 名模裡面呢 不代表說 你一定要有樣子 才能做名模 你必須要有那個confident 才是可以成為名模 我相信在國外有很多名模 其實的身材都不怎麼樣 但是就是那一臉上一臉上的自信 已經迷人了 就迷人了 所以你看我們的家裡 不是每一個都有所謂的小姐 或者是貴婦的樣子 但是他們的自信 他們站在舞台所呈現的東西 才是最主要的 對 好 那現場觀眾朋友們 有沒有什麼問題 要問一下Nana的 還有一個是 It is the biggest issue It is the biggest issue the biggest issue is organizing this 這個 biggest issue biggest issue我覺得 是biggest issue 它只是一樣吧 有很多biggest issue 想要知道嗎 送一朵花來的 對 對 如果你想要知道 還有什麼意識 我所想面對的話 你可以送一朵花 那其實Lander 除了這一個晚裝 在比賽 決賽前的一個禮拜 找不到晚裝 那麼還有什麼更重要的事情 你已經成功解決了那些挑戰 很多東西我已經成功解決了 一步一步吧 那我覺得 那已經不是很重要了 因為解決了之後 我覺得 人已經輕鬆上來了 那接下來要挑戰的是另一個東西 另一個東西 所以我不會把我的 所 還在 還解決 已經解決了的東西 還在掛在嘴巴 我覺得 不需要再去提了 已經過去了 所以我今天才 終於解決掉了 就是那個 佳麗的晚裝 今天才完成解決的 明天 對 明天就要解決另一個事情 就是要確保我們的東西 就是 要用到的東西 都是已經準備好了 就是一個 Final Chinese 給我們這個 這個 8月18 對 那麼對這個 選美賽的決賽 還有 三天 還有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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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 真的是 我看這三天 你應該都很難睡著了 對 所以長一點 上節目聊聊天好了 我曾經面對的就是 記者發佈會 我完全沒有睡覺 就是隔一天就是 記者發佈會 我一大早7點 我就上一堂 那個Hall去檢查 是否有什麼東西 還要缺少 有什麼東西 還要填補的 我都會在 很早就 就到達 就要確保我的東西是有 100%是安全的 應該是一個完美主義 對對對 我相信 跟我合作 跟我做過工的朋友 都知道我是 要求完美的 要求完美的 對 看得出 出你的裝扮 我們就看得出 他應該是一個 非常非常極端 要求完美的人 每一個挑戰都被解決 現在就是完美了 對了 對 你還有準備了什麼故事 上來要跟我們的觀眾 分享的嗎 其實沒有故事 我希望 有更多的 家庭祝福 不只是家庭祝福 就是說 或者是 大公門的女士們 如果你們想要挑戰 想要 去 學習 想要去 站在 Beat your confidence 的話 我覺得明年 你們一定要來參加 所以 我相信 大家都會看得到 今年 我們提供給家立們的服務 提供給他們的 設備 以及這些編排的東西 我覺得是 他們已經吸收到 是 他們覺得是 蠻多的 可以學到更加多的東西 我希望明年 如果想要來參加的 不要再猶豫了 就來參加我們的 Mrs Celebrity Malaysia 對 那如果你覺得 你也想要有自信的話 我覺得 你應該 快點的 報名參加 明年的 Mrs Celebrity 對 我 我 上個月 我已經有說過 一兩個是 報名過 明年的 所以 我 蠻開心的 其實 可以 給大家的認可 這個 是最主要的東西 那 我看到 有一個問題 對 對 有一個非常挑戰的問題 Chloe Chloe Chloe是我的 贊助商 我這一生的造型 就是她安排的 喔 原來是你的贊助商 對 家庭單身嗎 對 家庭 對 家庭 Central Studio 對 她問我 家庭單身嗎 呃 這個問題 我要跟你說 呃 要怎樣答 登登登登 你就回答一下 這個我覺得 我不想去答 呃 我答了 等一下我覺得會等罪很多 哈哈哈 OK OK What is What is his future plan after organizing Mr Celebrity Yeah My future plan 呢 Coming 我們的 future plan 會有一個 Miss Celebrity Malaysia 然後呢 我們會 Targeting 去 Laos 寮國 做Miss and Mrs Celebrity of Laos Laos 對 Miss and Mrs 你現在做的是太太 對 名模太太 那麼接下來呢 就會有 一個小姐 小姐 名模小姐 哇 非常棒 那麼還沒有嫁了 等單身的話 你快點報名參加 對 我們 Targeting 就是 盡快的就 去到 Laos 做一個這個 Miss and Mrs Celebrity of Laos 對 嗯 這麼年輕人 對 對 我擴過了 對 我擴過了一個國家 我就要擴過幾個國家了 這個 對 對 好 來 還有什麼問題 敢敢問 哦 他講要跟你喝茶才答 OK 喝茶等下我答 我給你答回答 OK 哇 Thank you creating great platform for transforming the woman for the better world 嗯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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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 什麼就零哦 所以 所以 基本上 你所辦的東西 跟我們電視台的這個使命 其實蠻像的 對 我為什麼成立一個Vement TV呢 是因為我看到很多女性都需要一個積極的平台 嗯 對 我們Vement TV的logo沒有出來嗎 好 好 你看我們Vement TV的 tagline是 Love and inspiring the world 我們要用愛影響世界 嗯 對 這才是 呃 好的方式 其實很多女性們呢 其實是 呃 有很多 還沒有展示出他們自己吧 嗯 他們都收著收著 收著 就是不敢 全部不敢 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是很想擴允你自己的話 就趕快去挑戰你想挑戰的東西 不要 呃 留下任何的後悔之類 遺憾 要留下遺憾 對 有人問了什麼 什麼叫名模 基本條件不是要高嗎 如果要選一個又矮又肥 那會 對 那如果你講的關於到這個 如果選一個又 又矮又高 這個是又短還是又高 哪裡 又短又肥 嗯 對 對 那會引起很多人的飛 這是對的東西 那 我們 進來我們這個平台呢 我們是要去打造 OK 我們有一個家裡呢 其實是 它是90多kg 嗯 那我們要怎樣 90多kg 我可以想像一下它的 身形應該是我的 一個 一個半 一個半 原來我也蠻胖的 也沒有生 所以呢 所以呢 他們進來我們這邊 我們要怎樣去打造它 我們 真的就是給它一個 計劃 所以在這三個月 你要怎樣瘦下 它成功真的是瘦下蠻多的 差不多 差不多10kg 就有了 所以呢 它穿起來的打扮 真的 你想像不到 哇 這個都有那麼有自信的 名模呢 是屬於 模特 要怎樣去 名模就是屬於set 一個celebrity 嗯 celebrity呢 你看我們 我們的演藝圈 每一個都是稱為自己是一個celebrity celebrity呢 不管是歌手啊 還是名人 或者是演員 我們不需要看樣子 OK 如果真的是看樣子的話 我們應該是覺得 演藝圈就好像 應該是少人吧 其實是有 不代表說 肥的人就演不出那個味道 也不代表美的人 就能演出那個味道 所以呢 名模呢 就是這個celebrity 這個title呢 不只是 呃 要看的就是 呃 你的自信 呃 不只是要看的就是 呃 這些身材所看 所所謂的樣子 之類的東西 這些這些東西 我們是要去打造你們 這才是最主要的東西 嗯 我們現在去蜕變 去成為你是另外一個的你出來 嗯 所以呢 呃 這才是我們的目的啦 所以呢 名模 呃 其實是不是看樣貌的 嗯 真的真的 如果你看到 如果你看到 如果你看樣貌的話 那我們馬來西亞一個叫喵喵吧 喵喵 對 喵喵也沒有戰線 對對對 呃 他也不可能是可以 可以成為我們馬來西亞的celebrity 對 呃 呃 還有一個是最近流行的 那一個 那個什麼戲了 我們馬來西亞的電視劇 也是找了我們的 呃 路人來拍的那套戲 很多都沒有樣子啊 為什麼他們可以成為演員 為什麼他們可以成為一個名人 嗯 真的 不是看樣貌的 是看有多麼自信 看有沒有多麼柴 哇 這個才是最主要的 所以說是跟樣子沒有一點的關係 反而是一個女人你想站出來 想要呈現你自己自信的一面 那個做真正的你才是最重要的 對吧 對 而且 而且 女人 世界上沒有從女人 只有男女人 真的 如果一個女人願意去打扮 的話 即使她多寵 她都可以變成多美的出來 這才是真的 聽到嗎 都是 驚欲良言 從一個年輕的小伙子 告訴你們 這一些真的是 女性們只有 什麼 男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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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即使你畫了 畫上一個口紅 或許是 你可以突出你的那個 那個樣子出來了 一個簡單的口紅都可以 突出另外一個 嗯 那我們的觀眾朋友 還有什麼問題想問嗎 你們可以問一些比較私人的問題 除了選哪賽 都還可以問問別的 多了解一下Lennon 對啦 有什麼問題 你們想問的 其實我反而想問一下Lennon 其實你有沒有 有沒有曾經想過 想要當一個明星 嗯 年輕的時候會有嗎 現在不年輕嗎 對 18、19歲的時候 沒有想過這個東西 過後就不想了 嗯 其實演員這一個行業 是沒有年齡限制的 嗯 在 的確是沒有年齡限制 但是我覺得 嗯 我還是過不了我的那一關就是 呃 我應該是沒有那個 那個 資格 啊 剛剛她叫女人們要有自信 她現在要大家鼓勵一下 對對對 但是 但是我其實真的是沒有 我沒有那個才華耶 嗯 我是想要去挑戰 但是我曾經 我曾經有演過 嗯 我曾經有演過一些電視劇的東西 在18、19歲的時候 那我 之後呢 我寧願自己去 呃 去打造人家出來 然後我自己去 呃 去 呃 去參 讓你加入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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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義圈之類的東西 其實我對你的人生故事 滿有期待的 對 等到你有一定的年齡的時候 我們來談這個 對 就把你的這一生的經歷 跟你的成功的案子 拍成一部 威電影 讓鼓勵更多的人 這很棒的挑戰 其實 我 我跟你說 我之前面對的 就是18、19歲的時候 我其實不知道 呃 我很開放的說 呃 我自己本事都有去整 嗯 對 18歲 呃 我20歲的時候 風出所 我就會發覺 呃 我樣子不是很好看 我要怎樣去改變我自己 其實我很開放的 人家問我真的 你有去整我嗎 你之前樣子都不是這樣子 我怎麼說 我很開放的 對 我有去整我 那你可以問你是整哪裡嗎 呃 我已經動了鼻子 我動了下巴 然後 眼睛是用埋線的 就擋了 然後 我一直去 調整我的牙齒 去打牙套 之類的東西 我自己去打造我自己 因為我覺得 呃 真的 每一個男 現在的男生呢 呃 都是變成更愛你了 所以呢 呃 真的沒有 沒有真的 在世界上 真的是沒有醜人的 真的只有看你自己 要不要去 所以呢 那我自己本身 呃 很勇敢的去 呃 就是去挑戰這個整容 呃 以前那時候 八十九歲我講說 哎呀這個整容真的是 不管會不會失敗 之類的東西 那 當我躺上這個手術床的時候 嗯 要去做這個手術的時候 我發覺哇 你會緊張 我會很緊張 我那個麻醉要打給我睡覺的時候 打進去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是世界末日的感覺 好像第一個人認識最大的挑戰 那到一醒來的時候 我發現我的鼻子被包著的時候 嗯 我就很小心翼翼的去照顧我這個鼻子 呃 這包多久 我 包了一兩天 但是還會準 會黑青 呃 要一段 一段的時間來康復 之類的東西 呃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真的 當 呃 我就慢慢的一直去 呃 去養好我的這個鼻子 嗯 做了鼻子過後 我就做下巴 就看我缺陷是在哪裡 然後我就不停的去 呃 去改變 所以呢 呃 我是已經在挑戰在這個方面 所以我覺得 我才有今天 我覺得 我 也不是 不是算是很好看啊 所以我覺得 呃 要真的是要去 真的是要去改變自己 才會變得 自己更有自信 這個是真的 如果你 平時不打扮 那 那 你等有一天 你化了妝 你上了 妝了之後 你去鏡子照一下 或許你覺得 哦 這個才是我 更有自信想要走出去的 嗯 這個是 嗯 是一個很大的 挑戰 對 嗯 對 Lennart都非常澎白的告訴我們 她的整容歷史 對對對 所以你會跟您的婚姻 對 所以你會跟您的婚姻 這個詞在家 我自己也很想想 嗯 嗯 嗯 呃 你問我這一道問題 所以你會跟您的婚姻 對 Mr.Celebrity is more to a model is more to a model is more to a model is more to a to the hot 的腸這樣的東西 OK 就是那種肌肉拿 肌肉拿 肌肉拿的選擇 對對對 對 Mr.Celebrity Mr.Celebrity 我自己本時候 我會打下 四個牌 嗯 一個是 Mr.Celebrity Malaysia 嗯 一個是Mr.Celebrity Malaysia 就是我今天在做的 一個是Mr.Celebrity 嗯 然後還有一個呢 是Little Miss and Little Mr.Celebrity Malaysia Little Miss 就是小孩 小公主 對對 小王子 OK 非常好 我會打下 這邊四個牌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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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你們的這個 滑動就 我看一年要舉辦幾場呢 嗯 嗯 可能是明年吧 應該是會舉辦 就是把 Mrs跟Mrs 跟Mrs 做在一起 會是比較好 那種種 嗯 明年呢 我已經有開始計劃的 就是說 我要做一個 是在 嗯 嗯 那種空閉的 我們要做一個 很特別的東西 我也是在 已經在計劃著了 這個明年的東西 所以 嗯 很多東西是 不停 我每一個晚上的時候 before睡覺的時候 我就想說 哦 我接下來要做些什麼東西 我接下來要挑戰的東西 是 我不想要就是 嗯 都停留在 同一個的 level 我要不一 不停的再去 嗯 提升 這才是最主要的 非常棒 哈囉 新進來的朋友 大家好 你們好 還有什麼問題想問嗎 對 還有什麼問題想問嗎 對 你們不問我就問啦 好 我們可以做一些活動出來 就是 來打造這個 這個 fashion designer 的 這個平台 呃 因為呢 今天我們會跟 Equanda 的 student呢 一起合作 做這個 呃 嘉莉門的 呃 呃 搭配的 呃 就是這個服裝 呃 我們Mrs group呢 會玩比較中國風 那classic group呢 他們會玩一些 馬來西亞本土 我們這個 traditional print的 呃 這個花紋呢 來做成一個 他們很大的挑戰 所以呢 呃 有可能明年呢 我們會 接下來呢 我們會跟一些 designer來 一些合作 所以呢 我們會把他們就是 製成一個 呃 這個 fashion model 的 這個放 呃 這個路線去做 呃 接下來就是 我們會發展這個東西 對 非常棒 呃 因為我們覺得 呃 我們馬來西亞還是有很多 呃 有資格走上這個 火記錄線 對 嗯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 就是我們的 很多的 fashion show 的時候 我們都會用到外國人吧 嗯 但是我們馬來西亞 的確還是有很多 有資格走上這個 fashion 對 不只是小姐 OK 即使成為了媽媽 呢 都有這個資格走上去 我們可以發現到很多 女性都有很多 呃 這個模特的路 即使你結了婚 有了孩子 但是你還是有那個生產 還有那個樣貌 對 我們就是要 build 這個 market 出來 其實是真的 對 好 那麼我們已經問過了那個 選美賽的點點滴滴 那我想問一下這個Lanard的事業方面 你的事業就是 Soul Beauty 對吧 對 Soul Beauty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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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l Beauty OK 那Lanard要不要分享一下關於你的事業 OK Soul Beauty呢 其實本家呢 就是一個諮詢中心 嗯 那我們本身呢 有帶顧客到 泰國及韓國做整容的 嗯 OK 那馬來西亞呢 我們現在有個 Rish Clinic DRS Clinic 接下來我們會有個 Color Cosmetic Surgery 還有一個小Soul Clinic的 這些幾家Clinic來合作 嗯 那就是 呃 如果你們是做微整形的話 做一些treatment的話 可以到我們旗下的這些Clinic呢 我們旗下Clinic都會給你們一些很好的配套 OK 那如果真的是要做一些手術 你們可以來做一些諮詢 然後我們會給一些advise 看你們要選擇些什麼 然後我們再 啊 給你們一個配套 因為那我們 我們自己本身都會 親 親力親為 帶顧客到 到那個地方 到那個地方 然後呢 對 到診所 陪你一起診容 手術了之後 再陪你一起回來嘛 然後呢 還會教你們本身 要怎樣去 照顧好這些 呃 所謂的就是 傷苦之類 嗯 對 我們都會從 就是好像一條容服務 從你還沒去之前 一個月之前 你們必須要做些什麼東西 嗯 然後回來馬來西亞了之後 也要做些什麼 要怎樣去照顧這些傷口 嗯 要怎樣去修復 對 嗯 好 那麼關於這一個 呃 整容方面 你做的都是微整嗎 呃 整容的方面 如果去韓國跟泰國的 都是動手做的 放silicon 這些東西 這些都有 對 就是你要 龍胸啊 你要龍鼻啊 龍下巴啊 眼睛 割雙眼皮 對 這些 這些就是 出火了 嗯 呃 那 其實馬來西亞只有 完美的 医療 呃 呃 全部都是做微整 嗯 馬來西亞啦 你要打雷射啦 打保護保濕這些東西 呃 的確 哦 我們旗下的 可以都可以做得到 對 原來Landon 除了人長的帥 事業也是一帆風順 嗯 不錯的 我覺得 也還好 應該是做 對的風口吧 現在的人 一想到 一定愛美啊 以前的人 怕死啊 對對對 過後怕老啊 現在就怕不美 所以 哪裡不美 就整哪裡 嗯 也不說 不是說哪裡不美 就是要整哪裡 嗯 你要怎樣去 改變你自己 這個產品 嗯 對 不大部分說你 成人偶出來就是 肯定是完美的 嗯 嗯 每個人還是會有缺陷的 真的是 你還是會有自己的 在的 自己的特徵 還是有在的 嗯 非常好 那現在 現在我們的時間 還剩下 最後五分鐘 對 還有五分鐘 我們就結束 我們今天這個訪談 跟Mr.Lennard的 這個 近距離的 談話 什麼都可以問 他跑不了 這一個小時 蛤 對 還有什麼 還在線上的觀眾朋友 你們還有什麼 想要問嗎 還是要想跟Lennard 拿起 拿到什麼樣的建議嗎 哇 麥克威夷 OK 可以 可以 可以安排麥克來 上來 他是蠻年輕的 麥克 對 年輕的設計師 那位 對 進負了那個 非常年輕的服裝設計師 對 我也是很 proud 對 有這個朋友 對 對 那聊聊一下關於這個朋友 怎麼用 proud 他還比我年輕耶 他就有這個天分 我看他設計的衣服滿美的 就是我自己本身有一件褲子也是一樣 我覺得很獨特 很elegant 所以我覺得他有很大的這個創意 在這個 他所做的衣服 所以我們這一次跟 都是會用 都有用到麥克威的這個服裝來拍攝 我覺得很很榮幸 真的真的 那一天你 我看到那個記者招待會的時候 那一個服裝 就是麥克威設計的嗎 對 那個本來就是他的服裝 對 那老師我們播放一下那個記者發布會 老師 我們播放一下那個記者發布會的片段 讓觀眾朋友看一下 所以那個決賽當天你穿的衣服 都是他的設計 我們總決賽我們還在安排 哇 對 對 你可以看到麥克自己本身都有穿著他自己的服裝 我覺得 很像 對 嗯 他本身自己的那個獨特的那個風格在 所以 嗯 我很驕傲 這件是嗎 對 他身邊的他自己穿著也是他自己的服裝 對 對 這一件就是他設計的 對 我覺得蠻有風格的 對 對 所以我覺得 有這個朋友是我的東西 哈哈 哈哈 好 他蠻好的 對 對 我是我的好自己真的 嗯 我自己 我 最好的朋友 只有他其實其中一個 所以我覺得很貼心的 嗯 嗯 那線上的朋友你們可以問一些問題 好 哦 他要再回覆看寫 好 好啦 那麼今天就非常感謝 謝謝 Cancelland的上我們的節目 謝謝 同時我們也要叫線上的觀眾朋友 繼續支持我們的VimentTV 對 一定要 一定要收看 VimentTV 我們接下來會為你帶來更多精彩的嘉賓 更多精彩的故事 對 我們一起支持 對 就是有什麼東西你們要 然後 嗯 再 就是 再重複看的話 你們可以到 這個VimentTV的這個 page 你們都可以看 重播 對不對 對 還會重播 所以多多支持VimentTV 一個 一個女性的平台 對 謝謝 也謝謝VimentTV今天的邀請 謝謝 不客氣 那我也期待 下一次Lanard 在上我們的節目的時候 他又有更新的東西可以給我們分享 好不好 好的話請鼓掌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也謝謝今天Lanard 抽空上我們的節目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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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